传统市场的荣景已经大不如前 还好总有新生代接班带来新气象 像是台南市场卖游击烤鸡的老字号 以前过年过节生意好的时候 老板八个子女都得回家帮忙 但是传统市场渐渐没落 随第三代兄弟党接班之后 年轻人决心颠覆烤鸡油腻的形象 也把包装做得更精致化 还从早逝进军到黄昏市场 成功翻转了老店的业绩 我是人人好 就是大家跟我聊天我就会跟他聊 他弟弟是比较安静的个性 大中午的西港市场人群楼空 仿若凡田腹地的战场烟消烧席 胡凯军兄弟俩一上钩 虽然也喝着安安静静 在手里叼起的叉烤烤鸡 却灿力道让人双眼直勾勾的怎么也移不去 这个鸡肉的话一次可以穿太阳四肢 把它穿上成金黄色 然后一次大约一分半钟 生鸡肉才会慢慢的入味 眼开上一批烤得饱满胶燕等着出炉 弟弟胡凯棠一手一双放山鸡四肢齐下 滚汤里任由赶草八角橙皮轮番洗礼 一分半钟光阴分毫不差 出狱后就是直送筒炉逼得油脂淋漓 我阿公本来是在农会上班 然后农会他想说这个农会是死薪水 就是固定的薪水 那要养活那么多小孩其实不容易 然后就想说那自己去看别人怎么做 那去怎么研发出这些烤鸡跟油鸡 农庄里的油鸡烤鸡已卖四十五年 阿公的好手艺不仅一口气养活当年两代八个儿女 好生意还带动小小早市 一连四摊就转躲油鸡 它煮熟的话它是像白色的鸡而已 比较没有味道 然后我们就下去闷 闷到二十五分钟 把那个酱汁慢慢的吸收到里面 有别于烤鸡泡的是滚汤卤汁 油鸡清水汆烫 为了不伤肉质 下一帖处方 罗汉果柜子青葱就用满冷静 热热的皮是不会脆 冷的话它皮才会有那种金黄色一层这样 然后油鸡是本身它是吃冰冰凉凉的 你会放越冰会越好吃 古早传统市场难得有鲜肉注入活力 对比周边灵滩全是淑婆阿姨 两个七八年级兄弟倒显得稀罕奇异 年纪轻轻却不战略都会繁华 偏偏躲进早市摊里做烤鸡 那时候其实回来很不习惯 因为其实那时候上班时间都是 早午餐都大概九点才上班 五点就下班了 那其实五点之后都是自己的时间 就可以去看电影干嘛离一扣扣的 可是刚好是做到三年多有一个厌倦期 那就决然就是皮梨子 三年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但一千多个日子 其实也足以改变一个世界 因为就是觉得越来越少朋友 就是说好朋友就那几个 因为越来越少朋友 因为有些人的生活圈都是周休二日 那你的生活圈就是礼拜一平常日 不然就是年节之后修个两三天 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最大差别或许还不在于周休哪天 胡凯钧回来的 看似是从小再熟悉不过的蔡奇 然而二十年过去了 大男孩的眼界思维 其实跟老实场的脉动不同步了 也不同掉 有点就来买了 因为有的要上班 对 怕早上有时要拜拜 有的要上班 他们早一点买一买 要去回去做准备 我回来他是在这边卖一卖 说下午在家没事做嘛 他说他们只想去创业 我说好啊 我想说那我是不是要跟一些 王美的果汁店一样 或是怎样包装就是要很漂亮 这是我今天开心晶的提回家的 就是说妈 我去哪里买鸡肉 那我提回家很漂亮 包装很漂亮 然后又加上年轻人喜欢这种包装 现在其实这种社会就是好吃很重要 定义就对了 可是包装上面你自己也要很讲究 对 大家愿意要跟你分享啊 会帮你打卡 就是因为看你的包装 村落人家败败用的三双 到底为何要搞包装削头 显然爸妈不懂 想当然而被打回票是必然的 他记得那时候跟我说 不需要我用一个那种纸盘 一两块的就好了 不需要用到成本那么高 可以微波可以干嘛之类的 久而久之一次两次 客人那时候刚开家里店 家里店就是客人就觉得说 家里店的包装跟西港店怎么不一样 我一直说觉得出去卖 搞不好不会很好 不会比在市场高 对对对 如果相反 对相反 从传统早市跨进隔壁庄里 路程其实不过十分钟车距 但若不是三年来 兄弟俩用渐气式的销量交出稳定 又岂能通过过来人 爸妈屡次的旨意 他会比较冲一点 然后爸妈可能会一开始比较保守 从一直以来工作到现在 其实好胜心一直很重很重 所以你会想要一天做五十吃 你会想要做五十五吃 五十六吃 试试看 对 我好胜心一直以来都是很严重的 相较格格的纠结压力 神旁自顾自切切剁剁的弟弟 虽然走失不语 但兄弟俩却只要是有骨 让人摸不透的默契 你觉得你的优点是这样吗 他肯做啊 越劳越劳 对 就不会反抗 对 他就是不会说 我不要做天啊 只是他就是会撞着 可是哥哥没有胃炎 没有 我也没有什么脾气啊 好 来 谢谢 对啊 我觉得客群很重要 我觉得西港他们都是 大姐 大哥居多 可是这边的客群其实 有那种年轻人啊 或是比较就是不会去找市的 都来黄红市场购买的那种人 就是口饿相串 就吃到就觉得很好吃 就是肉是很软的 然后就是你不 他还有其他的那个酱油啊 然后胡椒 其实都不太需要加 就是单吃肉就很有味道了 你最喜欢哪一个 啊 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比较喜欢这个 烤鸡 烤鸡 为什么 因为吃起来 酥酥的 香香的 吃起来油腻感不会很重 然后它的肉也是入口即化 真的哦 不会就是咬很久那种感觉 油鸡的味道 很多坊间的油鸡 都会有一种 剁过菜刀的那种 超车超车的味道 它的骨味感觉就是很 很卫生 很干净 定位对了 想抓紧客人味带就不难 胡凯君更胜一筹的 是把初二十六 大家吃腻的猪鸡与肉 变得可口 从三生变三宝 在十点饥饿行销 掺在里头 要有一种让人家 限定限量的买 那你今天才会想要 哦 我今天要先预定 我才买得到 或是假日我要先预定 才买得到 大马路旁车水马龙 客人驱车味的 是一盒柔嫩爽口 下一台也许为滋味 咸浓而来 胡凯君随总说 生意的好坏带点鸡运 却又从话里透露 其实幸运并非偶然 做生意本来就是 谁敢保证说 今天一定会赚大钱 还是怎样 这就是要靠 糖球去累积下来的 因为就像我们这边 有一些大姐 她平常也很少 跟我买鸡肉 那她每次来都跟我讲说 我有养狗狗 那可以给我五六只鸡头吗 因为你看她 感觉就是家境没有到很好 可是她两百多块 也许她久久跟你买一次 你不经常今天会跟我买 那也许你下次会来找我买 原来阿公的家传烤鸡 不仅仅光彩归类 经理皮下整整练藏的 是世世代代地忍为温情 嗯